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這次要帶來的是原神3.4版本 新五星角色艾爾海森的角色評測全分析 如果還在猶豫或是不清楚要不要抽艾爾海森的話 可以先參考看看洛洛的評測影片再決定要不要抽 那因為製作這支影片的時候 洛洛三年來第一次發生機體過熱了 所以可能會有點沒什麼精神 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最後影片中也會說明艾爾海森的角色定位 天賦技能、命座解析與搭配專武的抽取建議 聖遺物套裝的選擇、實戰的相關隊伍示範等內容 那影片開始前如果還沒有遺落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唷! 沒有信用卡又想快速儲值創世結晶和空約祝福怎麼辦呢? 這邊和大家介紹一個原神官方認證的第三方儲值平台 Kodashop 由於是官方認證 同時也是多家知名遊戲的官方儲值夥伴 已經在60多個市場開通 因此整個儲值流程不用擔心信用卡資訊背道或是交號被鎖 只要在儲值頁面一鍵輸入UID 就能讓創世結晶或空約祝福直接儲進遊戲內 Kodashop的儲值流程簡單 而且不需要註冊網站會員 只要選擇想購買的項目 再決定支付方式就能進入交易頁面 付款完再等候完成的通知出來 就可以馬上在遊戲內收到囉! 這個流程不用一分鐘 而且還支援信用卡、LiPay、電信小額支付等方式 對於沒有信用卡的學生或是不想用信用卡的人超方便! 除了自由外 若想要送禮、臨時給好友一個驚喜 也可以透過Kodashop來贈送遊戲內的商品給他喔! 當然想要透過這種方式 在直播時直接抖內贊助洛洛也是很可以的唷! 嘻嘻! 艾爾海森是五星草元素單手劍角色 角色定位為戰場主C 等級突破後提升的是草元素傷害 艾爾海森的輸出特性 主要是透過一元素戰技的灼光鏡來進行輸出 當啟動一元素戰技後 燭光鏡存在期間將可以使海哥的普攻、重擊、下落攻擊 轉化為無法被附魔的草元素傷害 並且會在攻擊命中敵人時 使燭光鏡進行協同的草元素範圍傷害 當釋放Q元素爆發時 則會根據當前的燭光鏡數量產生或消耗燭光鏡 造成多段草元素範圍傷害 由此就可以知道 一元素戰技的燭光鏡是核心天賦 而一般艾爾海森在輸出時的出招順序會是 1元素戰技接4A接Q元素爆發這樣的循環 因為普攻第五下後搖較大 此外雖然在被動天賦的部分 可以看到每一點元素晶通可以增加 燭光鏡、光幕的傷害和Q大招輸鏡的傷害 但最多只有加100% 而且需要將元素晶通堆到1000才能吃滿 以元素晶通稀釋的邊際效益來看 這個被動天賦可以直接捨棄不用看的 只要大概堆到300左右的元素晶通即可 這樣就可以大約增加一倍的慢激化傷害 以及30%的光幕和輸鏡傷害提升 加上海哥的元素戰技與元素爆發的傷害結算 主要是受攻擊力與元素晶通這兩項數值結算 因此只要元素晶通可以來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轉而開始堆疊雙爆的上限與攻擊力 類似納希達 而以組隊方面 其實洛洛覺得海哥跟賽諾蠻像的 雖然兩個人互為歡喜冤家 但不得不說不論是聖物、角色定位 以及組隊方面都很相似 海哥比較推薦的玩法是至少綁定一雷元素的慢激化 賽諾也是建議至少綁定一草的超激化 如果先前有刷好賽諾的四金四件套 甚至也可以直接拔給海哥穿了 這兩個人唯獨的差別在於海哥的大招戰場時間 比較不像賽諾需要站好站滿 而且大招能量較高 整體輸出循環方面會比賽諾隊伍的相關速度更加順暢 海哥的普攻攻擊為五段式的劍擊 但一共可以揮出六下傷害 但第五下普攻的後搖比較大 海哥的一元素戰技是其核心天賦優先點高 發動一技能時海哥會向前突刺 命中敵人後造成草元素傷害之外 並且產生燭光鏡 假如沒有命中敵人的話則不會產生燭光鏡 而若是長按一元素戰技則會進入瞄準狀態 放開長按後海哥會直接突進到瞄準的位置 雖然有點類似柯琴的一技能長按 但海哥的瞄準突進是更為直接的 不像柯琴是放置一個位置後 可以再決定是否要移動到該位置 當海哥身上持有燭光鏡時 普攻、重擊、下落攻擊都會轉化為 不可被附魔的草元素傷害 皆為弱草元素附著 同時攻擊的過程中燭光鏡會一同攻擊 造成草元素範圍傷害 數量越多一枚乘以一倍 三枚乘以三倍 燭光鏡越多傷害越高 此傷害結算不索面板 另外也要注意的是 當海哥的一元素戰技突進攻擊命中敵人時 並不會產生元素微粒 需要等後續燭光鏡的光木命中敵人後 才會產生一顆草元素微粒 冷卻時間約2秒 大約的草附著頻率是第一次的一元素戰技 突進攻擊會施加一次弱草元素附著 並且後續的12秒內 每次的燭光鏡攻擊 即可再產生一次弱草元素附著 一元素戰技冷卻時間18秒 中間約會有6秒的空窗期 而燭光鏡除了會隨著時間消失之外 也會在海哥退場後全數消失 因此海哥並不能進行後台掛草 只能前台掛草 海哥的元素爆發主要特點是 可以提供高頻率的掛草 釋放後可以創造樹象附近 產生多次草元素範圍傷害 此時若身上持有燭光鏡 則會按照燭光鏡的數量 來增加造成的傷害次數 3枚最多可以增加到3次 反之若身上沒有擠滿燭光鏡 或是沒有任何燭光鏡 則會在開Q元素爆發後 替海哥產生3-0的燭光鏡 解鎖固有天賦1 可以使海哥在釋放1元素戰技後 使中擊或下落攻擊命中敵人時增加燭光鏡的數量 解鎖固有天賦1就是輸出手法比較不受限 以海哥高攻速的頻率來說 不管哪種輸出方式 都可以很快累積滿燭光鏡的數量 就是一個比較沒有感覺的一個固有天賦 解鎖固有天賦2 可以使海哥的每點元素精通 增加0.1%光木與Q元素爆發輸近的傷害 最多可以提升到100% 也就是要堆到1000點元素精通 才可以吃滿這個傷害加成 類似於納希達的固有天賦2 也是要堆滿1000點元素精通 才可以吃滿雙爆加成 但也請萌星們不用因為這個固有天賦 就無腦堆高海哥的元素精通 因為元素精通在慢激化的傷害區間中 會有稀釋速度過快的問題 所以大致上堆到300元素精通就很夠了 只要在沒有任何BUFF的情況下 海哥的元素精通可以來到約300左右 就可以開始堆疊攻擊力這個基礎倍率程區了 至於固有天賦2的其他空間 可以靠其他能提升元素精通的輔助角色 來補足這個傷害區間 例如納希達 海哥的固有天賦 這個增幅效果屬於增傷區間 與草原素傷害為相加計算 也因為慢計畫傷害也會受等級係數影響 因此等級至少要提升到80級 才會開始感受到海哥的傷害 若是聽不懂這邊在說什麼的話 可以回去複習草原素反應小學堂的 慢計畫傷害計算 會更知道如何培養海哥的面板 海哥的天賦升級優先順序方面 首先點高E戰技 其次是A普攻 最後是Q大招 但以戰場主性的養成來說 最終是都要三招點好點滿 關於艾爾海森的等級突破素材 需要討伐虛名新地圖 牽獲殺地的野外BOSS 風石沙蟲 取得蒼莉蕊羽 以及虛名新地圖 牽獲殺地的特產沙之勇 與討伐新地圖 新怪物聖海獸掉落的橫擠 若是要快速採集沙之勇 和討伐聖海獸的話 洛洛後續就會盡快補上 當時會放在右上找資訊卡 讓大家查看效率路線影片 天賦突破素材為週二 五日開放的巧思系列 若是天賦技能6以上 則會需要消耗政績之神所掉落的五星的冤禁 0命的海哥就有一定的五星角色的輸出傷害 但會比較建議要搭配雷元素角色打慢計畫 同時等級升到70-80以上才會比較有感覺 低等級會因為等級係數較低的關係 可能會覺得傷害有點刮 但假如大招能量70點 搭配其他隊伍角色循環的過來的話 0命就足以夠用 1命主要是縮短1元素戰績的冷卻時間 每次燭光劍命中敵人後 可以減少戰績的冷卻時間1.2秒 每秒最多觸發一次 對傷害的提升較小 主要是以功能性為主的命作 因為解鎖1命後 就很適合搭配一些短軸的角色做循環輸出 所以可以看自己的隊伍角色是否都是以短軸為主 而以海哥的適配組隊來說 像是慢計畫或超級戰 大部分都是短軸輸出的隊員 因此1命是還不錯的命作 解鎖2命後 可以根據海哥當前產生的燭光鏡來提升元素精通 每一枚燭光鏡可以提升50點元素精通 持續8秒 最多可以疊加到4層 也就是200點元素精通 基於前面有提到的元素精通 矢慢計畫傷害邊際收益急速下降的關係 加上海哥通常也會比較建議搭配那希達 那希達開大後還會轉化元素精通的情況下 海哥自身的元素精通已經太多 因此假如解鎖2命後 其實就可以在適應物的實施殺 轉而穿攻擊殺而不用穿精通殺了 3命和5命分別提升1和Q技能的天賦等級上限 1元素戰技屬於核心天賦 所以提升會比5命多 雖然大部分5星角色的4命都是比較偏輔出功能上的效果 但海哥的4命除了可以在開Q大招時 基於每一枚燭光鏡使隊友的元素精通提升30點之外 並且還能基於每一枚燭光鏡的數量 增加海哥的草元素傷害10% 因此解鎖4命後盡量是在燭光鏡數量2-3枚的情況下開Q大招 其中以2枚燭光鏡的釋放前提下 只要開完Q大招後還會返還2枚 因此會比較推薦海哥身上有2枚燭光鏡時開大 同時吃到4命效果 解鎖6命後 海哥開Q大招不用再管燭光鏡 會不會因為累積3枚後會全數消耗 6命後只要開Q大招就會固定產生3枚燭光鏡 也就是讓海哥直接處於最高傷害層數情況下 並且可以搭配4命的效果 穩定吃到30%的草元素傷害加成 同時在燭光鏡達到上限的情況下 後續若在產生上限以外的燭光鏡 還能再提升海哥的暴擊率10% 暴擊傷害70% 這兩個雙爆並不會出現在實時的面板中 和娜希達的兩命效果類似 都是面板上看不到的 比起0命時的海哥 滿面可以提升大約70%左右的傷害 不僅解開了Q大招的重新疊層數的限制 輸出過程更順暢之外 傷害也是大幅提升 因此是屬於課長追求海哥傷害的真愛命作 原本洛洛以為海哥會比較綁定專武 但實際上使用過後倒是還好 假如你有其他提供雙爆類 主屬性的輸出五星單手劍的話 搭配輔助角色也是可以用的 但比起專武可能會更加建議隊伍中至少要有娜希達 沒有娜希達的組隊 不論循環和傷害上都比較不是很出色 不如轉而用增幅反應類的主C打傷害更好 因此命作和專武的部分抽取上可以分開看 假如想要先解鎖功能性就先抽一命 假如想要先追求海哥傷害則可以先抽專武 但若是可以將就一點用其他五星雙爆單手劍 則可以先抽功能性命作和傷害命作 其次再依序提升到二命、四命、六命 一命作提升的傷害來說 兩命會提升約15-16% 四命再提升15-16% 兩命再提升約40% 因此可以看自己希望讓海哥提升到多少傷害 來抽取傷害命作的部分 聖武套裝推薦的部分和賽諾一樣都是首推四金四件套 兩件套可以提供元素精通 四件套可以依據隊伍角色提升攻擊力和元素精通 尤其搭配有脫手的草元素角色時 建議讓森林四件套給脫手草元素角色穿降低草抗 海哥四件套戰場會是更好的搭配 其次若是過渡期的聖武套裝 則會建議森林兩件套搭配元素精通的兩件套 捡起來不能刷金色聖武的話 則可以選擇賭徒、教官、戰狂、攻擊趴等2加2套裝搭配 聖武主屬性的部分 兩命以下的海哥優先穿元素精通十字殺 除非在沒有任何戰鬥buff的加成下 元素精通已經來到300 才開始轉而穿攻擊力十字殺 控制盃選擇草元素傷害 禮之冠選擇雙暴為主 兩命以上的海哥就直接穿攻擊力十字殺 草傷盃雙暴頭 畢面版參考 暴擊率推薦在70%以上 搭配非暴傷武器 暴擊傷害建議140-150%以上 搭配暴傷類武器 暴傷可以來到210%-230%左右 五星武器部分 首推專武財業淬光 被動為海哥設計 也是所有五星單手劍中傷害最高 其次可以考慮的有雙暴類的五星單手劍 比較不建議拿元素精通主屬性的單手劍 就算真的沒有五星雙暴單手劍 滿金戀黎明神劍應該大家都會有才對 所以最差最差就用滿金戀黎明神劍就好 以後面的替補武器傷害同為金戀E的情況下 會是盤岩截律大於波亂月白晶晶 大於霧切之回光大於金戀5黎明神劍 從盤岩截律開始與專武的傷害差距會來到7% 使用金戀5黎明神劍則會與拿專武的傷害落差到15%左右 而如果連滿金戀黎明神劍都沒有 還可以考慮的有技型武器加暴力的黑劍 但傷害已經要與專武的落差快要來到20% 也因為元素精通單手劍都不推薦 因此也不建議拿先前活動送的冬花紡、石羽或是鐵風刺 除非真的剋難到連黎明神劍都沒有 而如果用黎明神劍的話也會需要注意 血量至少要維持在90%以上才會吃滿最高buff 海克的組隊思路主要就是圍繞著慢激化、超級戰、戰放隊的方向去組 因此落落後面會示範3種隊伍的組成 以下隊伍最為關鍵的都是因為有納希達 草元素反應的核心 真的沒有納希達就只能換下位的草主或是克萊 但這兩個角色都有充能、手法順暢度、傷害上限的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抽納希達的話不太建議你玩海哥 不如直接去抽3.4下半卡池 而後面推薦的三種隊伍中 洛洛覺得玩起來最舒適的就是超級戰的隊伍 其次是打純慢計畫和超計畫傷害的隊伍 雖然戰放隊也可以提供高頻率的掛草 但海哥搭配尼洛的情況下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種子炸到快死 首先雙草計畫隊的組成為 艾爾海森加納希達加鍾離加八重繩子 八重繩子可以換滿命菲希爾、雷電將軍、九七人等可以後台掛雷的角色 輸出手法可以是鍾離先上護盾並提供解抗 雷元素角色掛雷 納希達1加Q提供元素精通 最後切換海哥1加AAA加Q 記得洛洛之前跟大家提到很萬用的超級戰納行九陣容嗎? 主要你有納希達加行秋或葉蘭加九七人 正常組C可以搭配到超級戰納行九陣容 搭配任意的水、草、雷、主C 就可以很輕易地打出高傷害又提供舒適循環的隊伍 手法只要注意讓海哥最後戰場輸出 行秋注意元素充能至少180%左右 九七人也要注意面板上要追高元素精通和拉抬等級 才能打出高額的超戰砲傷害 尼路綻放隊的組成為艾爾海森加納希達加尼路加星海 尼路和星海掀開技能掛水後開納希達1Q 接著海哥1AAAQ戰場輸出 雖然傷害也不錯 但海哥真的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種子炸到殘血了 尼路真的讓海哥太吃不消了 最後總結艾爾海森抽不抽? 陸落實際遊玩下來的心得 專武和命座對於海哥來說都還好 但極度建議組隊上務必綁定納希達 用納希達的輸出體驗降了一大劫 但如果只是初來駕到的萌星 沒再碰深境螺旋 單純喜歡海哥的帥是真的很帥 缺草原素主C也可以抽 但以深境螺旋的通關速度來說會建議要綁定納希達 武器和命座的部分都是有抽有提升 所以可以看自己的經濟能力狀況來提升 但如果沒有納希達的話 洛洛會比較建議你玩旧版本的增幅反應C位角色 像是打蒸發的胡桃加葉蘭可能會是更好的選擇 不然你只能避到納希達復刻後才能體會到海哥的好了 以上就是艾爾海森的角色評測全分析 相信大家也想趕快知道新的四星草原素角色搖搖的實測心得 近期洛洛就會再補上的 想加速洛洛的影片產出也可以幫洛洛點擊一個喜歡 給洛洛鼓勵鼓勵 希望大家更加了解艾爾海森這名角色如何培養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有意義回覆 製作攻略不容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也可以點擊 加入按鈕來求主帮會員或是點擊超級感謝 贊助洛洛一包維他命C 而且每周日晚上也會固定直播的原神 每周一天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Shif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flights 不通作 超級賊 哇 stakes